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氧化霧的CNP 氧化霧的CNP呢 它其實最早是先從SLEAK的CNP 也就是晶片、螺片在製作過程 在發展之外 那主要是因為氧化霧薄膜呢 它的 在磨的時候它的油膜漿的 主要是以水為主 水為主 然後呢 因為氧化霧薄膜 它自己本身就是氧化霧 它自己本身就是氧化霧 所以你不需要再特別去把它 額外在氧化 所以你不需要再摻一些氧化系 不用 反而要的是什麼呢 反而要的是 二氧化系表面 會形成氫氧根 因為水裡面會有氫跟氫氧根 而氫氧根離子呢 會跟二氧化系的離子形成間接 當然 因為你要磨的材料也是二氧化系 所以水裡面的氫氧根 不只是跟你研波浆裡面的 二氧化系形成氫氧根間接 也會跟你要磨的表面 氧化霧表面也會有 OH根的氫氧根接在那邊 那這時候呢 氧化霧的氫氧根 跟填磨膠的氫氧化系的氫氧根呢 氫鑑就會形成 鑑結 把它形成分子間 那它這樣的話就有助於 它的石核 就像這樣子 二氧化系表面 在泡到水溶液的時候呢 它表面就會有很多的氫件出來 而水裡面的氫氧根呢 也會跟你研磨粒子的二氧化系呢 形成氫氧性的離子這樣子 所以這是二氧化系表面 那這裡呢 是 研磨粒子也是二氧化系 它是二氧化系 它也是二氧化系 只是一個是 吸精油表面 二氧化系表面 一個是 研磨漿裡面的二氧化系表面 那表面都會有OH件形成 表面都會有OH件形成 然後呢 研磨粒呢 跑到二氧化系表面的時候呢 它有這個氫氧的間接 這個氫氧的間接呢 又會產生反應 產生反應 產生反應之後呢 一個OH看到兩個H呢 自然又會形成反應 把這氧帶走 把這氧帶走之後呢 研磨粒呢 就會跟二氧化系表面接觸 那在接觸的過程中 再利用研磨的方式 把這氫氧跟氧件直接把它磨斷 直接把它帶走 直接把它磨掉 直接把它磨了 用機械硬力把它離除 所以你會看到說 這裡就是一個 整個CMP當中呢 在水溶液裡面呢 裡面的氫氧件會跟氫氧化系表面形成間接 然後呢 氫氧跟BZ又會 其實它就是輔助這個 它跑到表面來 跑到表面之後呢 再用機械硬力研磨呢 就會把這裡的氫氧 間接給磨斷 帶走 然後等到這個帶走之後呢 在中耳複死的群抹它 所以它一邊是物理研磨 一邊有化學的氫氧 一邊有物理研磨 這樣子 水溶液裡面的氫氧機會跟二氧化系表面形成 然後呢 研磨粒子的二氧化系表面 跟氮氧化系表面的氫氧會形成氫件 然後呢 接著它們會各自形成各自的化學件 然後之後呢 在研磨粒子再去抹掉表面的原子 把它抹掉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 氧化物的CMP 它的過程跟卡路比方 對啊 那金屬的CMP呢 金屬的CMP 前面講過 第一個遇到什麼 那烏的CMP 早期的烏也是用回石科 前面講過 一般平常化早期是用回石科 那現在就是使用CMP 因為CMP的良率會比回石科來得好 因為回石科在講回石科表面的理研磨還是沒有CMP來得好 然後呢 再來回石科還有一個缺點 因為回石科在石科的時候還是會有選擇比的問題 就導致什麼 在石科的過程中 DIM、DIM的石科率 就比烏的石科率感覺高的時候呢 這裡反而會有凹陷 不會石科所造成凹陷 這也是我們不要的 所以呢 後來就改用CMP來代替 CMP來代替 CMP來代替 陷入水的瓶子 它就會被剪掉 那剩下呢 剩下沒有被腐蝕掉的金屬污變成氧化瓰 就靠粒子去磨掉它 而這個粒子呢 金屬線兵的研磨漿裡面是用氧化瓰 氧化瓰的粒子呢 去磨掉被鈍化的瓰 也就是氧化瓰 所以呢 屋的表面呢 經過研磨漿會產生腐蝕掉的屋 跟鈍化掉的屋 鈍化掉的屋就是氧化瓰 那你腐蝕掉的屋呢 就是氧化瓰的粒子 氧化瓰的粒子 那 氧化瓰粒子要去磨的就是被鈍化掉的 就是固體的氧化瓰瓰磨掉的 那溶解液 溶解液的它就不需要去磨了 它就是腐蝕掉的 如果用前面拿去看看 你看看我這個 對不對 石頭容易放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 有一部分的屋會變成氧化瓰的粒子 氧化瓰的粒子 然後溶解在石刻液裡面 就被溶解掉了 就是濕死石刻 那沒有被石刻掉的氧化瓰呢 就是還是流還是固態氧化瓰 就要用氧化瓰的粒子去磨掉 所以 金屬的化學機械岩膜 它是邊石刻邊母 邊物理 邊化學石刻邊物理性的機械岩膜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它的化學容易可以寫成 這個化學是可以寫這樣 一種是石刻的 那研磨漿的成分 它可以用這個 CNF 鐵的氮 氮碳化物 溶解 泡到水裡面呢 它這個就會溶解 變成溶解於水的氧化瓰 這就是石刻 然後呢 另外一種反應 是酸鹼度 比較酸一點的時候呢 它就變成固態氧化瓰 那固態氧化瓰呢 所謂的 氮化瓰 就是單純的氧化 而且是固體氧化瓰 就叫氮化反應 就像這兩塊氧化的氧化瓰 那剛好清楚 那酮呢 酮的狀態跟剛剛有點類似 只是不同的是什麼呢 酮的那個 剛剛 剛剛給大家 各位看過 酮的氧化瓰的膠囊狀的區間 非常的長 對不對 酮的氧化瓰 還是可以分什麼呢 還是可以分比較酸的時候 會有腐蝕區 比較減的時候呢 是氧化的氧化區 就是單純氧化變成固態氧化瓰 那也可以直接比較酸的時候呢 這個水溶液 溶解於水的銅離子 它就變10顆掉了 可是呢 我們的 中間填膜液裡面的氧化瓰的粒子呢 就在這裡區間 而這個區間呢 主要 你會看到 以復席來看 這主要是落在氧化的作用 也就是我這個氧化瓰主要是去磨氧化的它 是要去磨氧化的氧化瓰 那這就不需要去磨它了 這就必須是 畢竟都弄解掉了 所以呢 吼必須要氧化 那要涯氧化呢 最好用的是 刷氧水 就是過氧化劑 或者是硝酸 硝酸氧化 或是刷氧水去氧化 都可以去氧化 都可以當作 從岩漿裡面的氧化劑 把它氧化有氧化的效果 有氧化效果之後呢 再用氧化瓰的氧子 去做無理石科 應該是去做 旗洩性的 馬力石型的 移除 就這樣子 那因為 用氧化硝酸氧化出來的氧化 它本身是多孔性的 所謂多孔性就是怎樣呢 多孔性就是 它氧化出來的瓶 會有很多的小孔性 會有很多小孔性 它會變成一個 就像起司一樣的固態 就有很多的孔性 很多的孔性之後呢 然後 很多的孔性 它之後就要用氧化瓰去磨掉它 而 因為氧化瓰 只要表面被氧化了 後面的氧就沒辦法再跑下去了 所以必須是 表面的氧 表面的銅 被氧 氧化的時候 氧化瓰 把這個氧化瓰瓰瓰瓰瓰 後面的氧 才可以繼續再跟 表面的銅 繼續氧化 所以它也是二段式的 作用是 氧原子 去跟銅表面 才變成氧化瓰 再用氧化瓰去把氧化瓰磨掉後 露出乾淨的 銅出來 後續的 氧化瓰再繼續氧化瓰 氧化瓰 才可以讓下面的氧繼續氧化 換言之 換言之 它的氧化太慢 你都要把瓦掉後 才可以繼續往下流 那只好就添加了什麼 添加氨 添加氨 或者是 再加入氫氧 或是用氫氧化氨 的話 他說這種化 混合物可以減少 施氏 氧化瓰瓰 那就是這樣的 加強它的氧化瓰瓰瓰瓰 變成氏瓦瓰瓰瓰 因為加了這些 你看 氫氧化或是鹼性 氫氧化 要說這是 他們說這是 氨水 氫氧化 這兩種鹼性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下流 偏鹼性的是氧化效果 要偏酸性的才會是 腐蝕效果 所以這邊做法都是怎樣呢 銅的食科 他們主要不是靠腐蝕效果 他們靠的都是氧化效果之後 用氧化 去磨掉它 所以它跟氏不一樣 氏是一部分藉由 腐蝕效果 一部分藉由 鹼磨效果 但是銅呢 就他的說法來講 銅主要都是靠鹼磨效果 不是靠腐蝕效果 他主要靠 的是 鹼磨效果 好 那在融合的過程中提不及講過 如果是磨銅的話 它就有一個好的選擇你是對誰 銅的話它下坦的材料是清除坦 或是半化坦 所以它就需要有一個好的選擇力 所以一般在磨的時候 我們希望磨銅的時候 磨在銅的過程中 磨到坦的地方會停掉 它不會移除坦 所以在磨到坦的時候就要停掉 如果你不停 你在過度去磨 你一定要把坦磨掉的話 你的銅就會有跌化效應 就會有跌化效應 所以在磨的時候要分兩階段磨 第一階段磨的時候是磨銅 把銅磨到坦上面的時候 再到第二階段 只要是要磨坦 把坦磨掉 把坦磨掉之後 接著才是要用絕塵來把它覆蓋住 所以線定會分兩步驟 一部分是磨銅 另一部分才是磨掉的 從那到那屋也是 要先磨掉坦 之後要磨掉坦 是要磨到坦 只是坦有時候不用特別去磨 因為有時候 坦會溶結在雙腦水裡面 有時候坦會溶結在雙腦水裡面 不過這部分要看你的瑞瑟不是什麼 所以你會看到 坦的線定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磨銅 然後停在坦的主導性 第二階段是佔合到坦 可是在磨的坦的過程中 也會石刻到一部分的磨掉 或者是說 你繼續用石刻銅的層次 硬要磨坦 你硬把坦磨下去 可是你的銅會石刻的太多 就會這樣 所以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層次 是磨坦比較快 如果頭比較慢的時候 就可以把坦磨掉 然後讓屋都出來變變 就會這個樣子 所以就要分開變成兩種線衣 要兩種線衣 來防止變成這個樣子 變這樣子就不好 因為這個樣子在之後 又是要疊什麼呢 疊絕緣層 那你自己的錦除厚度呢 凹陷下來之後 到時候電流在這樣子 側向流動的時候 電子值會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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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CMP在磨的過程中 我們前面講過 你總是有阻擋層 磨到阻擋層要停 那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判斷出什麼時候 應該要停的呢 在磨的過程中 什麼時候發現說 這才要做你磨啊 要怎麼來判斷呢 好 你都告訴你說 有機動來判斷過程 第一個就是怎樣呢 在磨的時候 你在給你的CMP製程當中 它是用瑪拿去轉動你的 那個 蹭電層 就是磨的那個 那個什麼 炎磨頭 炎磨頭在轉動的時候 是從瑪拿去弄它 那瑪拿去弄它 就是要啄動電流給這個瑪拿 讓它轉掉 而在整個磨的時候呢 你原本是要磨銅 磨銅的時候呢 銅很好磨 它只需要這樣的電流 就可以磨 大部分的孔已經不見了 坦露出來了 坦磨不開動 可是你要繼續磨怎麼磨呢 系統就會自動把電流增加 讓它繼續磨下去 你就會看到說你的序貓 突然之間電流要增加了 那就發現說 一定磨到下一個才要 因為你要讓它維持這樣 就好像開車有沒有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開過車 開過車的時候 你要維持一個速度 可是要算磨的時候 你要在同樣的速度上磨 它的轉速就要 變很快 是一樣的到尾 它要繼續維持這樣子轉動的磨 當磨到不好磨的時候 它就只好加電流 加電流才能夠讓它繼續磨下去 所以這間電竟有這個難判斷 只是這個判斷 還是有很大的誤差 因為你會看到這樣偷偷偷 萬一偷偷偷偷 萬一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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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個界線值薄膜的厚度 那界線值薄膜的厚度 那界線值薄膜的厚度 可以用光學系統量 稱之為NK-Analyzer 它是利用什麼呢 第一層的反射光 跟第二層的反射光 這兩個反射光的干涉行為 來去判斷這層界線值薄膜 還剩多是厚度 所以我邊磨的過程中 可以邊監視它的厚度 這是一種 就等於等下 我磨浴膜來測一下厚度 不夠繼續 就這樣 這是一種 光學系統量的厚度 可是這是界線值 那如果是金屬薄膜呢 金屬薄膜第一層就直接把你反射了 所以如果是金屬薄膜 那就更簡單的 直接開個反射光 但你的金屬膜厚度 越來越黃越來越薄的時候呢 它的反射強度就會變落 因為金屬會造成比較強的反射 界線值呢 然後部分的光就會直接穿透過去了 就不太會反射了 所以可以看到 從出的線變到形的線 所以藉由觀看測器 可以看到 如果是金屬薄膜的話 金屬膜如果還在 它會有很強的反射光 當然你的金屬膜薄到太相似的時候呢 它的反射程度就會變落 光的反射程度就會變落 用這個來判斷石刻 石刻重點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先滴的石刻重點 有的是光學系 大部分的範圍製程當中 所選用的 終點兩側都是什麼光學系 像開設石刻用的電漿 電漿裡面的發光 來開始這個終點 CMD一次 只是CMD沒有電漿 它找到它 有一個輔助的光 打進去 來證證這個光的反射光程度 來看 那CMD磨完之後呢 就一定要清洗 因為CMD磨完之後呢 表面一定會 殘留很多的眼磨液 以及有很多 它是出來的微小顆粒 是在哪裡呢 是在眼磨液裡面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洗乾淨 要側的洗乾淨 那CMD後的清洗呢 包含什麼呢 當然有低壓力的沖洗 在沖洗的過程中 還要乾淨的刷子來 刷洗 它不是單純的沖水 它還包含機械式的刷洗 肌肉跟刷牙很像 你拿牙膏燒乾燒的時候 用清水素完口之後 有些人就會 再拿乾淨的牙刷 牙刷洗乾淨之後 再拿乾淨的牙刷 讓表面還殘存的牙膏 再把它補掉是這樣 所以CMD後的清洗 除了用超純水沖刷之外呢 還會用乾淨的CMD去抹 去把它刷除 還會用刷子再來清洗 那這個刷子這樣更軟一點 因為不能夠傷害它的清潤亮面 所以這些刷子用多孔性的GO 因為多孔性 所以它不會很硬 因為是多孔性 它的結構不會那麼硬 它的硬度不會那麼強 這樣子 而且呢 泡在水裡面的那化學段 你都可以直接透過它 都可以清洗它 等於是邊清洗還會邊噴水 邊噴化學料 這只告訴你 CMD後要洗過 那這裡就是一個洗過的系統 因為我沒有去做過CMD 而學校基本上不太有CMD性 或者是我們做前段製程的人 不太會去使用CMD 所以看起來這個好像很炫 實際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刷子 這就是刷表面 所以這個你知道 這有點像什麼呢 汽車 洗車子有沒有 車子進去之後 左右兩邊會有那個鑽孔 有沒有 幫你的車子走進來 然後這個鑽孔呢 就在這邊沖刷 沖刷 邊沖水邊刷掉 邊沖水邊刷掉 有沒有 這個適應圖就很像 你就很像 汽車去 洗車場一樣 只是這車變成晶圓 晶圓呢 一進去之後 讓噴水沖刷 同時有那個刷子 去幫你把鑽孔表面的 鑽孔的顆粒 給你刷掉 只是這個 看起來太像 這畫得很像金屬一樣 如果這些都是硬的 那就完蛋了 鑽孔進去之後 就會被刷上 所以這些都是軟的巨額物 多粉狀巨額物 不會太硬 否則你巨額表面就會刷上 那在清洗的過程中 當然也會適當的配一些酸 酸性溶液 那如果你在充化過程中 你是Polish Polish 你的那個 顏玻璃裡面呢 有一些有機溶劑 也會有一些金屬粒子 在刷出來的時候 就會需要用到一些酸性溶液 來做氧化跟溶解的作用 可以氧化或者是溶解表面的產生物 也可以用碱性的物質 讓一些什麼呢 那一些懸浮微粒 叫一下 阿歇克力當中的SC1 H4H有沒有 它都產生很多的OH件 然後OH件 吸附在這個表面 鐵站發很多的表面 最後是產生靜電力的排斥 然後把它排斥掉 簡單講 就是一些清洗步驟 詳細的部分 當然每人家做的不一樣 這個相當有聽到 我再仔細看就知道了 所以 CNP的支撐問題怕的是什麼呢 第一個 研磨速度 你如果 因為CNP從這樣來看 它基本上 大概是單一片支撐 一片來 一個清來磨一片 所以你研磨的速率很重要 太慢 你的產品就會慢 太快 前面講過 研磨速率跟壓力有關 你壓力有關 你壓力有關 控制好就會上到 除了之外 在磨的過程中 平淡化能力很重要 這邊的話 包含微分乳微分 跟微分土 微分 晶圓內的晶圓器 跟晶圓對晶圓的晶圓器 還有移除的時候的選擇比 以及在磨的過程中 都會造成缺陷跟污染度 這些都很重要 而其中最大的 除了秤電的硬度之外 注意主要是什麼 壓力很重要 壓力只要可以錯就完蛋 還有不秤電的硬度 以及在磨的狀況之後 你秤電的表面狀況好不好 還有連連鵝鵝鵝裡面的化學人機 還有他的濕路夠不夠 不要越磨越干 溫度越磨越高 那不同的果果會有不同的 不同的圓國數據 不同的圖案表面 剛剛前面講過 越命擠的人越是新的 速度不同 速度不同 所以才會造成大面积的 這個做法 那 平淡化的能力 主要取決於 研磨碗的硬度 跟表面的型貌 表面細胞或是很細的 它就沒有辦法讓大面積的平坦化 所以都要先出膜再細膜 基本上都要先出膜再細膜 所以晶圓的CMP的均勻度 受研磨鏡的狀況向下的壓力 還有膜的相對的速度 跟晶圓表面的曲率有影響 那表面的曲率呢 其實很多時候受到你這個製程的熱衣力所作用 因為晶圓買來是一個固定的曲率 當初會有variation 而你每次一個加熱製程 升溫降溫、升溫降溫 已經疊了很多不同層的磨 磨的後部部頭 層的部頭 它的熱衡到吸收部頭 你經過不同次的 的升溫加熱 這叫做熱基醇 不同的熱基醇呢 它最後呢 完全程度可能會不同 所以 不同套的製程流程 你需要的C&B也需要微調 因為你的加熱製程的 時間不同 最後經典的彎曲程度可能也會不同 所以不同的產品不同的製程 C&B 都要獨立調過 A 產品 B 產品 都是做到後貫製程的 都是同樣的材料 都要活動到材料 都要同樣的配分 可是前段製程的複雜度如果不同 你就要重新調整 你就要重新調整 其中呢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壓力 壓力的調整 所以壓力調整好之後呢 其他的再慢慢再去調 因為壓力是最主要的元素 最主要的元素 那 移除的選擇品呢 當然是靠化學性質 跟浮關的密度統治 因為這個就是 剛剛講過 因為會有疊化效應 所以疊化在壓力次 就可以靠什麼 大咪配的 也就是塞很多的大咪的圖形 它不影響到電流 它可以影響到製程 那不同種類的缺陷 與製程參數有關 這就是廢話 那 CMT 呢 要複製的就是污染管 其實所有的時刻 都需要複製污染管 所有的時刻都需要複製污染管 那 CMT 的 我的區域要大家前面分開啦 尤其是什麼呢 尤其是金屬的CMT 因為金屬本身在大咪的 就是屬於一種污染管 金屬本身是一種污染管 所以在模糊金屬的時候 也要小心 模糊金屬的時候也要小心 那 因為鮮品本身有機器 它是一個 它是有一個很大的機具 所以 基本上呢 裡面會有很多機械危險 就好像大家到那些 傳統的那個 什麼車廠啊 或是很多那種 什麼大型設備的機械廠 有沒有 人都要小心 因為那機器在你做的時候呢 頭很容易會傷到 所以 要小心 那銅CMT要小心的是 銅本身是一個很強大的污染 因為銅很會擴散 銅很會擴散 所以在模糊的過程中要小心 不要磨傷了其他的保護層 其他保護層會磨傷了 銅只要 有污染 就會溶解進去到 絕緣層的半導孔 二氧瓦西跟C的 銅都會傷過它 都會傷過它 所以它才算用砍耗的包 所以在模糊的過程中要小心 磨出來的筒不要讓它跑起來 兩邊去 也不要故意磨壞什麼地方 讓筒跑進去就不好了 那如果什麼 岩波江漸出 要在幹部之前 立刻情節什麼 什麼之類的 這些都是有意外發生的時候 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沒有磨 我機器不夠好的時候 不要緊急 好 那 CNT呢 原本是一個輔助部門 可是呢 到28nm的時候呢 它變成一個非常重要重要重要的部門 是因為 當電晶體 Intel進到32 Intel的45nm製程 走到32的時候 跟台晶體變28nm製程的時候呢 開始使用什麼呢 金屬雜質 當金屬雜質在使用的時候 這時候就來了 電晶體MOSPET的GATE 從傳統的多晶系 變成純金屬的時候呢 首先 一個它需要用金屬的CVD填進去 然後呢 填完這個GATE的軟動之後呢 要CMP去磨它 哇這時候磨得不得了 CMP在磨的東西 就是GATE本身 GATE對MOSPET的電熱性 超級重要 你只要磨壞掉就GATE 只要有去磨壞掉就GATE GATE的下面是什麼呢 砸棘絕油層 砸棘絕油層只有2個耐體夠而已 只要上面有任何一點 多餘的硬力 傷到這個2耐體左右的絕油層 電池的特性就毀掉了 所以系列移到這個地方呢 它就變成很吃重 後段製程 剛才講過 後段製程連電池都很遠 它不在電池幾個人 它對電池很遠的情況下 就會有硬力 隔一堆層 傳到GATE 就會被鎖好掉 可是這個是直接就在GATE的正常方 你只要一磨壞掉 不要說一定船架下 你光說高度磨多了 GATE變很小之後呢 電特性就會再變 然後呢 GATE只要一漲 一按 GATE的電池就會變大 對高頻電路而言 高頻電路呢 訊號是從GATE在電傳遞 電池角度變大 這個高頻角度變大 電池一變大 你就印象到傳遞訊號的速度 RCD的就變很重 兩GGA的CPU就變成1GGA 客戶就不買來 所以你只要用磨多了 就完蛋 磨少了 短路了 就短路了 你應該要斷路的走變短路了 那磨得剛剛好 但是你卻有多餘的硬力傳達下來 損害到你的電競級的通道 或者是砸起絕緣層 或者是金屬裡面的 BASE 原本是多金的 烈化掉變非金的 渦方去改變了 電特性就會改變 所以呢 CMP呢 大量到 289米的時候呢 突然就變大起來了 你變成怎樣呢 我整個電路最核心的部分 交給CMP 而CMP又是一個 想像中就知道 一不小心就會 我們換掉了東西 而現在告訴你 Gay人要用CMP去摸 MOSPAY的炸機 用CMP去摸 你就知道 CMP的壓力 有多大力 一照我們摸不好 大家都說 他害 他害我們電競技死掉 你讓我們換掉 所以有時候在這時候 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就會這樣 舔進去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量一次 然後呢 線進磨完之後再去量它 那 發現掛了 掛了 馬上把CMP掉下來了 就說這是你害的 我沒有磨好好的 磨了之後 實驗了 那就是你的問題 所以 CMP呢現在的 吃重的部分 後段製成平穩定 都是這樣子做的 後段製成在使用CMP 基本上沒有什麼 太大的懸念 反而CMP最大的挑戰 就是在Gate戰鬥的時候 尤其是 原件 越做越小 原件 越做越小 這個洞會越來越難聽 所以CMP的人就會越來越 不好做 因為你就是要很好的去填這個洞 就要使用我們之前講到 CMP上面講到的 原資層雷劑 AIRD 而它們也有填得滿 但是疊得很 G-E 非常好 就要用AIRD來解救 可是填滿這個洞之後呢 其實就是要把它摸平 所以 壓力最大的就是CMP 尤其是SOLTGEN的高度越來越高了 Gate的人左右 旁邊SOLTGEN的P型MOSPHY使用CMP950 而且是把SOLTGEN的 已經提高到晶圓表面 N型半導體是CMPC 看的話攜帶動作SOLTGEN 這個高度越來越高 甚至有些高度快要跟Gate差不多高了 所以在摸的時候就要越來越小心了 一摸不好就摸下去 甚至還會上到SOLTGEN 就會變成了 所以CMP現在最大的挑戰就是CMOS自動中 Gate的CMP 我們前面講到CMP有什麼 一開始遇到的STI的CMP 到後段製程當中 ILD的CMP 跟什麼呢 Wooder的CMP 再接下來是銅的CMP 跟一堆ILD的CMP 而這些CMP呢 一放到Gate的CMP 突然論詞變成小微痕 就要看前面都好像是EF2 突然叫你去開心臟 有沒有 前面CMP都是在表面做出力 你叫他在基督科尼社裏來治療表面 突然間叫你治療心臟心房的表面 頓時那個人就說 怎麼突然間 從 原本是 最大加油的角色 突然變成最核心的角色 突然間叫你去碰電晶體的心臟 Gate 就這樣 所以CMP現在最大的 最大的最主步跟最大的挑戰就是 在Gate的線 當然現在已經量產 就代表他現在還活了 但是人間越做越小 這個高度越來越變化 因為現在已經做到騎士電競力了 未來還說我們要過 Gate Around 全包複雜的電競力 會是什麼樣 他也不曉得 那時候會有各自的挑戰 現在挑戰已經很大 未來還有什麼呢 3D基督電路 3D基督電路 上下都會用電競力 而中間的Gate Stake 如果共用的話 哇 那又更不好做 後續還有很多的問題 只要VLSI還在持續微小化 這些題目都還有機會做 除非怎樣 除非Hell 台積電這些人都說 好停了 不微小化了 我們開始走運用面了 不需要再往下做 那這次我們再講再多 就 就沒有時間不行 我們CMP就講到這邊 我記得各位我們 下禮拜請問好 下禮拜請問好 好到CMP 一樣主要都是 問題觀念 主要是以問答題為主 主要是問答題為主 大家什麼問題 好大家什麼問題 沒問題我們下禮拜請問好 記得大家下禮拜來講師囉 好我們介紹到這邊 上禮拜 谢谢大家